我要喝雞湯 我要吃瓶 我要 重開誰 我要吃 雞皮 我要吃雞皮 我要吃湯湯 嗨大家我是Suki 今天我要來分享我們家冰箱的常備好隊友們 就在剛剛因為我在整你們家的冰箱 發現我們家吃來吃去好像 最常出現的就是那隻一樣 今天準備了八樣 好物好隊友常備好夥伴 都可以 讓大家如果之後有到全聯啊 是網路上看到的話 都可以買來吃吃看 我是覺得不錯 介紹給你 希望你買的加油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開始第一項 第一個我要來介紹的是 超勤肉品鹹酥雞 這個我們家大概吃了兩三年 三四年 四五年 記不得了 反正就是吃了蠻久的 之前我知道這個超勤肉品鹹酥雞 就是因為我看那個媽媽社團們在糾團說 有沒有人要一起買這個超勤鹹酥雞 因為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有吃過 如果Seven的綠眼農裝鹹酥雞的話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同一間工廠出來的 只是綠眼農裝的話 就是真的是小包裝 好像是300ml跟500ml 那裡面用的莫數 這種一公斤的 就只有在超勤肉品 他們一樓的量販部有在賣 MOMO上面也有賣 但是MOMO上面的話 就只有賣6包跟12包 比較多包裝的組合 那因為我自己住新竹 然後之前在討人工作就蠻近的 我自己上班之前或下班後 就會繞過去看一下 然後買幾包放在家裡 我覺得 它氣炸就很好吃 真的不輸外面的鹹酥雞 看 它肉真的很大塊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很大塊然後肉很紮實 然後又帶一點點的微辣 光氣炸 它那個皮就很脆了 宵夜不知道要吃什麼的時候 就會倒個幾塊出來 當小夜吃點解饞 不用再點到外送 然後它有三個不同的料理方式 油炸、氣炸 或是烤箱烤都可以 這一包是 299塊 我記得MOMO 一包算起來是300多塊 如果你在新竹 竹北的農會也有在賣 一公斤的大包裝 然後價錢竟然是一樣的 再次感謝竹北農會的小姐 因為我那天去我只是要買一些菜 然後結果他就說 樂樂媽媽你不是很喜歡吃這個超級肉品 我們也有賣 而且價格是一樣的 所以要告訴新主任這個好消息 如果你也想吃 然後跑不到桃園的話 可以去竹北農會買 目前是180度 12分鐘 就是一鍋烤到底 這個就是剛剛那塊炸好的樣子 金大塊 而且180度炸13分鐘 它裡面的肉還是非常的嫩 我來試吃給大家看看 就在這麼燙的情況之下 讓我忘記拿叉子 好 好燙 因為我吃過其他排滿多 鹹酥雞的 肉都比較柴 但是超勤的這個肉是真的比較不柴 有一點點辣 很香很好吃 配洋蔥真的很好吃耶 有人吃鹹酥雞會配洋蔥嗎 因為配洋蔥這個也是我先生教我的 那我有點被他傳染 因為我其實之前不太敢吃洋蔥的人 後來覺得 生洋蔥配鹹酥雞配牛排 很搭 就是很解膩 推薦給大家 然後第二個是 E卡的 黃金 黃金油米花 這個我們家 大概都會固定存個 三包四包在家裡 因為我太常在IG上面發我的宵夜文的時候 常會帶到這包 E卡的油米花 然後就會有 網友私訊我說 其實在蝦皮上面有賣他們的 大容量的量販包 比較便宜 我是就是有點懶惰 因為我很常去逛全聯 所以如果有看到的話 我就會順手又拿個兩三包 然後就一直維持在家裡還有囤貨的狀況 它後面也有那個 料理三步驟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油炸法 跟氣炸法 我自己都是用氣炸鍋的方式 我覺得如果在家前面的那個 超級肉品的鹹酥雞 然後再加油米花 直接 你家就是鹹酥雞攤 不用點外散 開來是這樣 應該有30塊左右 現在是170度炸了7分鐘 接下來然後翻個麵 再用180度炸5分鐘就好了耶 丟到炸過之後 油會逼出來更多 這樣子盤底比較不會沾油 然後它的脆皮比較不會掉 我自己非常愛吃生洋蔥 然後可以再撒一點點魚乾 我覺得多一段黑胡椒的香氣嘛 可以的話再加個蒜末 很輕鬆 就OK啦 房間油米花完成 咦 小當家是這手嗎 那這是賭神的啦 之前我很常在IG上面分享說 很愛吃這伊卡油米花 然後就蠻多私訊都會說 它們自己炸起來 很容易皮肉分離 但我自己也是照著它說明書這樣炸 就是170度7分鐘 然後180度5分鐘 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困擾 炸起來也蠻酥脆的 因為它油都被氣炸過 逼出來的 這辣子也好吃耶 魷魚的肉是有嚼勁的 就是沒有到很軟 就需要飛一點牙口的力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全聯的話 可以買這種 一小包吃吃看 那如果真的很喜歡 然後又不擠的話 就可以像蝦皮去買那種 涼飯包的 大包的更划算 下一個 接下來我要介紹兩個 我們家非常愛的醬料 第一罐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它真的出現太多次了 它是我心中辣椒醬的第一名 台灣辣妹 台灣辣妹他們需要10罐才能免運費 那如果你是什麼有同事啊 朋友可以直接買10罐 是最方便的啦 他們一罐的保存期限都只有3個月 然後蠻大罐的就這樣 不常吃辣的人 這個莫數是真的蠻多的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蠻辣的 但是因為我們很愛吃辣 所以我們大概一罐都在3個月內吃光 緊張起吃光 有時候不到2個月就把它吃光 真的覺得台灣辣妹好搭任何東西喔 就是水餃乾麵都好搭 有時候你想要搭那種 越南麵包也好搭喔 真的好好吃 不過你是真的非常愛 生辣椒 然後你也不排斥香菜的話 請你給它一個機會 之前到桃園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固定的路線 從公司出發 然後到超級肉品來 一罵 鹹酥期 再到那個台灣辣妹那邊 麵膠點那邊 可以讓我們麵膠一點 管是不用運費 然後第二個 是我先生近期最愛的 曾師傅 這一罐是我妹妹先買給我們的 買了曾師傅的辣椒跟 菜脯辣椒裡面長這樣 菜脯辣椒蠻辣的 生辣椒我吃過是OK啦 但我覺得心中還有地面 但菜脯辣椒的話 真的是我目前吃過的 真的是蠻好吃 不會死鹹 如果你是吃晚餐 或吃午餐的時候 用一小碟當配菜吃 也是蠻開胃跟耍腿的 然後我先生近期非常愛拿它來配白飯 然後就吃完一個白飯 這樣有沒有在尊重豬晚飯的人啊 呵呵呵 吃人機抱怨真的不送耶 尊重 維持關係最重要的一點 如果跟我一樣也是 常要煮晚餐的媽媽們 推薦你們以下的肉品 第一個是 日日新的豬肉 然後這兩個是目前是解凍的狀態 一個是豬皮筋 一個是豬五花 我自己幾乎很少在菜市場有看到在賣豬體筋的 如果你也是晚餐很常會滷一鍋肉啊 配飯吃的話 真的非常推薦你們要滷體筋 因為滷完真的好好吃 好Q喔 而且日新他們家的豬肉 是我吃過最沒有豬味的肉了 因為有一些豬肉 不知道為什麼就吃起來都會有一種肉味 日新他們家是真的沒有什麼肉味 然後肉很新鮮 像這個五花肉啊 如果你是愛吃韓式料理的人 他乾煎就很好吃 其實我不太可以吃啊 但是我就是很怕那個五花肉太肥的時候 會有那個肉的味道 但他們家五花肉是我真的敢吃乾煎的 撒一點海鹽就很好吃 配生菜啊 然後配海苔這樣子 泡菜 對 真的好吃 只有在高雄有市場的攤販 然後如果你是不是高雄本地人的話 他們也有每個月會固定開團 但是就是要跟緊 因為他們一下就結團了 他們兩個加在一起滷肉的時候 真的 那鍋滷湯 我先生都一直每次都要求我把那個滷湯留下來變老滷 但是 最後都吃完了 他那個湯就變膠質很多 QQ彈彈的 順便補充一下膠原蛋白 然後我二女兒非常愛吃這個蹄筋 加油煮雞 加油煮雞 好美味 日欣還有一個我每次都會必買的他們家的蛋餃 這個是他們市場手工做的 就是你看到那個市場上面會有那個煎台嗎 還是潤餅台 然後就看他們用一點蛋液然後這樣畫成一圈然後去煎那個蛋餅皮 然後裡面包的肉是日欣他們家的豬肉 很好吃就是你吃過這種手工蛋餃就是會回不去一般的超市買的現成蛋餃 網友們竟然還把蛋餃跟絲瓜蛤蜊一起煮 好像也很好吃推薦給大家這個做法 日欣他們家還有一個這個是包蛋黑輪 這也好好吃喔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新竹買不到嗎 就是我很少在外線是看到這種包蛋黑輪 他是黑輪漿裡面包了半顆蛋還是四分之一顆蛋 就是我們奇經人高雄人以前那個下課會在那個學校外面攤販買的那種 茶一直然後賣給你 氣炸完 包蛋黑輪 撒一點胡椒也很好吃 很香 好好吃喔 嗯 說到奇經就要來說一個 我從小吃到大的 乾花枝嗎 大概六隻乾花枝 另外一種乾魷魚跟這個乾花枝 我們家固定都會囤這兩個 然後乾魷魚的話就是會拿來煮 油魚雞肉蒜 酒加糖 很好喝 乾花枝的話 以前我們小時候中秋節啊 在那個天王上面烤 或是我爸有時候會在家裡也烤這個 後來現在有氣炸鍋了 我們自己都會用氣炸鍋炸 把這個炸到有一點點乾有一點點捲起來 然後再一絲一絲一絲撕下來之後 沾那個辣椒醬油 好好吃喔 這個就是一個解殘的小品 過年的時候朋友來 然後我們就會打排一邊吃這個 我真的把這一整包烤完 整個晚上都還烤這個花枝 不曉得你們家有沒有這個吃法 因為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都沒有人吃過這種吃法 有點寂寞 怎麼會沒有吃過呢 很好吃耶 你們要試試 這是我爸在奇町市場買的啦 但說真的我也不知道這個要在哪裡買比較好 因為我在新竹好像真的沒有看過耶 順便去一些乾貨市場應該有在賣 大家可以下次看到的話可以買來吃吃看 烤一隻 配個酒 人生無禮湯 如果你有在Follow我們IG的話 就大概都會知道我們會煮一大鍋湯 很愛喝雞湯 最常出現就是黃瓜雞湯 不然就是玉米加白蘿蔔 固定會出現的就是一條醃的蘿蔔乾 薑片跟乾香菇 這樣就很好喝了 我之前因為煮雞湯網友發一個問語答 這個是也是網友推薦給我的 是天一牧場的雞肉 第一次煮的時候就被那個湯的濃度嚇到 就是雞湯整個很濃 如果你是平常在吃市面上販賣的雞肉的話 可以啦就是方便 但是相較之下這個真的是雞湯味很濃 它的那個雞湯好像就在新竹 然後都會用LINE跟它訂 我一次大概會訂個兩隻 然後請它切成三份 然後它就會把這三份用這種真空袋幫我分裝 真的是很方便耶 完全是那個晚餐媽媽的福音 就是一次從冰箱拿出來一包 然後解凍煮就好 這樣三分之一的量煮 那我們家那個26公分鍋的湯就很夠了 雞味很濃 雞味很濃 聽起來好喝嗎 之前我有問過那個老闆說 為什麼你們的雞煮出來比較偏濃的那個顏色 是不是大家所謂的玉米雞 老闆是說他們 玉米雞不是雞的品種 只是大家俗稱的說法 他們雞也是吃玉米吃大豆 這個飼料為主 然後他們雞會養滿多少天 所以他們都是成熟的雞 每一隻的肉的油跟那個肉的香味 都是夠的他們才會 如果你是要跟他們訂的話 他們有分母雞跟土雞 然後我自己都是買母雞煮湯 公雞的話是煮炒菜那些的會比較適合 他還會幫你把那個雞爪啊頭骨啊 分另外一個小包裝 如果你是比較避諱吃這個的話 就不用擔心他們有把那個分裝出來 那如果是沒有避諱的話 就是也是一樣解凍加進去煮就好 然後他們還會給你那一包雞的脂肪嗎 之前我就問那個老闆說 為什麼要分這個小包的 他就說這是媽媽們炒菜的秘密武器啊 你可以拿煉雞油 然後可以滷那個筍絲啊 還是炒菜啊都很香很好吃 炒菜好物 晚餐的雞湯 把它熱了一碗來喝 這種雞皮真的是肥嫩肥嫩 很好吃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 這間就是豪記水餃 阿氏店面 我們跟他買的是一包裝的這種生水餃 不會吃豪記水餃 只是我跟我今天在高鐵台北站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下班就過去吃啊 因為他在台北站那邊有一間 我那天就鼓起勇氣問老闆娘說 有沒有用劑的 然後他竟然說有欸 滿兩千五還是兩千就可以不用運費 這樣一包是三十顆裝 我們最喜歡的就是蝦仁口味的 推薦大家可以吃蝦仁口味 他的水餃都很大顆 然後很紮實 調味起來 我們家都比較喜歡豪記水餃 所以吃來吃去還是會吃毀豪記 我很喜歡 先生也很喜歡 女兒也很喜歡 女兒也很喜歡 之前都有買過其他水餃 然後就說混在跟豪記一起煮 然後女兒每次就是一夾起來就說 嗯?這個不是我們吃的水餃 這是其他家的嗎? 都還是會說我喜歡吃原本蝦仁的水餃 馬上煮兩顆水餃給大家看看 還在冒煙呢 阿滴桃哇好燙喔 還熱是苦湯到我腳 如果你現在手邊有那個台灣辣妹的話 可以真的可以試試看 加台灣辣妹跟醬油 他們兩個搭在一起剪成就是一個靈魂伴侶 誰也猜不上他們 真的是好吃 我真的看到他們講的幾個好吃 他們蝦子就不是一整隻 是剁碎的 我們家都蠻喜歡它的調味 吃起來就真的是 好吃 這顆就有一整隻的蝦子 嗯...一整隻的蝦子 然後它裡面就是蠻濕潤的 像我先生非常愛吃水餃 他就說他吃水餃的時候 他沒有水餃的底線 就是你煮多少顆 他就吃多少顆 他就說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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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完了 麵食人 水餃麵啊 他都非常合他胃口 可以吃吃看 就是這樣啦 今天終於拍完啦 那如果你有其他想要推薦的 可以留言給我 那今天我們就拍到這裡 推薦給大家 他有出這種單包裝的生水餃 然後你自己可以帶回家煮 嗯? 對,我在講廢話 大家知道自己帶回家煮 滾在家裡 如果是要吃泡麵跟 吃火鍋的話都很合適 然後之前我們還看到 我不能再講燃後了 我昨天不知道在忙什麼 這是我拍的第365次 天知道我拍了幾次呢 自己一個人拍這個有多難呢 好累喔 好,我們身後的抱怨 接著下來